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欢迎他 欢迎他 第二位是内政部消防署 萧焕章署长 我们台亚基金会跟消防组有密切合作 我们过去几年来跟他们一起合作培训的 来自菲律宾还有越南的消防工作同仁 在我们的竹山 所以我一直建议 我今天再次建议 竹山的防灾训练中心或者消防 应该改成亚太防灾训练中心 变成一个我们的flagship 然后我们真正变成所谓 我们台湾是防灾的中心 第三位是Talent Taiwan国际人才服务局延续中心 廖炳坤执行长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金卡 我们在座的我们TAEF的博士后研究同仁 Sana Hashmi 他也是go card holder 所以我们也是beneficiary 所以我们感谢他 这些都是跟新南相推动的内容有相关 我们第一论发言的时间 我们每一位有8分钟到10分钟 那我就不再多说 我们首先请严副总谈判代表表达他的意见 我们欢迎他 谢谢董事长 以及在场的各位大家好 我是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 那我是这次520上任以后才加入这个新的团队 不过我今天特别代表我们经贸谈判代表办公室 杨真宁政务委员来这边 向我们的小董事长 以及我们的台亚基金会致意 也祝我们台亚基金会成立六周年生日快乐 那我想虽然我过去还没有去没有参加到这个整个新南相政策的推动的实际的政策推动过程 但是因为我之前的主要的任职呢是在中华经济研究院 那长期以来我也都是在做整个经贸的这个政策上面的研拟 所以新南相政策的这些推动实际上我们当然 我个人当然也在这个等于是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当然都蛮了解的 所以不过今天呢我基本上 我想会就我们这个整个政策推动上面 到目前为止 我们经贸谈判代表办公室呢 最重要的我们扮演的是一个协力的角色 所以呢我们有这么多项的这个五项的旗舰计划 然后还有台亚会 也刚刚董事长有提到的 台亚会在扮演的就是说故事的人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政策上面的推动 然后还有人去帮我们对外去论述这个故事 那我们OTN行政院经贸谈判代表办公室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把我们所有的各个部会 在推动的资源做最有效的协调 那让大家的这个资源不会重置 但是呢又可以放在正确的位置 那我想我们OTN最主要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呢我觉得与其我们现在去谈这个新南向政策的成果 我觉得先回过头来稍微去看一下 整个新南向政策 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在台湾 实际上就是我们台湾的角色 在世界的这个地位上 我们不断推升的过程 那我们这个台湾的地位不断持续推升的过程 最重要的是我们当然都知道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 过去是某种程度有受到一些这个空间的压抑 但是我们实际上用的普世价值 我们的产业技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那特别是我们长期以来不断的坚持民主自由法治 我们也同样的善用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隐形冠军 但是我们的隐形冠军不是只有在半导体 我们在各行各业 百工百业 从纺织到所有的这些螺丝螺帽 台湾都有非常好的产业实力 所以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在世界需要台湾的那个当下 台湾被看见了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台湾的价值 是在这个整个世界的潮流当中 不断的凸显出来 而在这个被凸显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我们也发现 台湾的新南向政策 也就是台湾的印太战略 虽然我们没有明白的去说 印太战略 台湾是不是像各国现在 这个印太战略是各国现在很流行用的 这个政策用 但是新南向政策就是台湾的印太战略 而且我们公布这个 我们的新南向政策 是早于美中地元政治开始之前 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的新南向政策 所以在其他的民主同盟的这些国家 认知到有一些所谓分散风险的 这一个疫情之前 台湾就已经透过我们的 新南向政策来确认说 我们跟这些印太国家 新南向国家 东协国家 去重新做这个连结的重要性 而这个连结不是只有生意往来的连结 还包括在很多技术上面 还有刚刚有提到的 不论是软实力炒实力的连结 所以这个是台湾在新南向政策上面 它代表的更深层的意涵 那还有我觉得新南向政策 实施了这八年 实施了这八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 它也就是公司协力的最佳的表现 也就是public private punishing的最佳表现 所以这个公司协力 也就是刚刚实际上董事长一开始有提到的 不论是社会民间政府三方的合作之下 实际上我们才会看到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那在这样的三方合作的情况之下 我们实际上就看到台湾 譬如说从贸易的层面上面 我们出口到新南向国家的产品 现在已经达到台湾出口产品比重的22%以上 那相对的 因为新南向政策 如同我刚刚提到的 它是某种台湾也在寻求去风险化 多元化台湾的这个贸易伙伴的过程 所以当然相对的 我们就会看到 中国港澳的这些市场 占台湾的这个出口的比例 当然已经也下涨到大概31% 在投资也有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新南向国家 现在在台湾的这个出口的投资比例上面 已经占我们对外出口投资大概18% 相对的中港它占台湾的出口投资的比重 从层几何时 我们大概出去100块钱 有80块钱是去中港 但是现在大概只剩下12块钱去中港 所以简单来讲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新南向政策 确实反映了第一个在国际的潮流之下 我们台湾的去风险化多元化确实明显有成 那新南向政策确实也推波助安的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去风险化多元化的目标达成了一定的成效 好所以这个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在新南向政策 它实际上它的推动时机很巧 但是它来得刚刚好 时机刚刚好 特别是我觉得新南向政策 它不是一个只针对特定国家所做的量身定做的政策 新南向政策在显示的是台湾的某种价值 台湾在与盟友交往的价值 所以台湾想要用一种新的连结的方式 想要跟各国分享更多台湾的实力 台湾不是只是想要跟你们做生意 我觉得新南向政策在告诉大家的是这个概念 所以新南向政策它是一个可推广可复制的概念 所以未来这个整个新南向政策就是如同 刚刚我们的外交部长也提到的 在赖政府的现在的经贸政策之下 我们希望继续推动的是所谓经济日不落国的概念 而经济日不落国也就是希望台湾的产业 可以在全世界都可以继续展现台湾的实力 台湾的产业台湾的各行各业都可以在我们各州 全世界各地进行紧密的合作 所以我们这一个新南向政策会持续会成为 我们未来政府的一个核心的理念 那这个核心的理念呢 我想除了价值外交 除了这个所谓经济日不落国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以外 我觉得就我们OTM的角色最重要的去落实这个概念 也就是我们会循着未来在这个整个包括印太国家 包括其他世界各国 现在会我们所认定是价值同盟 我们志同道合的国家 我们OTM会循着这个国际供应链改革的足迹 循着我们的业者要去跟国际世界合作的足迹 强化我们跟这些国家的法律上面的连结 也就是我们的业者 我们的台商 我们的产业 如果他们的新的落脚地 需要强化我们跟这些国家之间的 不论是投资 供应链 租税 这些各个层面的这些法律上面的连结 增加这些台湾的产业的落脚 可以有一个永续经营 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布局 实际上我们不是只是去那边打带跑 就是我们不是一个短暂停留的 我们是希望跟当地的国家永续经营 希望跟当地的这些国家 共同繁荣的目标 所以要共同繁荣 就必须我们的连结是紧密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OTM的角色 会持续朝这个方向 会跟随着我们的业者的脚步 台湾布局的脚步 不论在印太国家 不论在世界各地 我们会持续去推动 未来我们跟这些国家的各种必要的经贸协定 那我想台湾到目前为止 包括我们OTM跟美国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我们跟英国所谈的这些提升贸易协议 Inhistory Punishment 或者是我们跟台湾跟加拿大 在去年已经签署也生效的FIPA 投资保障协定 这个都会提供了我们最佳的饭本 所以我们未来OTM会持续的依循了这样子的一个 基本的这个做法 然后去探寻我们各个这个印太国家 或者任何有意愿跟台湾进一步加强连接的国家 来作为我们未来持续推动的一个基础 那我想我先提供这样的一个意见 谢谢 OJN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就是刚刚讲到 严富总谈判代表 谈到我们这个对新来向的这个投资出口 已经到了18% 而中港已经降到12% 这个是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那当然也合乎了国际趋势 这个delinking decoupling 然后derisking 然后当然这个我们如果要往前追 我们要追到1994年的这个南向政策 还有借机用人 那时候是李登辉时代 那个时候的确是引起了我们企业界很多的反弹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现在的先前版 这个pilot这个版 如果当时没有我们今天可能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旗舰啊 我们的这个护国神山或者群山可能就不是那么乐观了 然后今天讲到这个价值外交 我想我们谈的是不只是货币价值 而且还要包括非货币价值 所以我们台海基金会扮演的可能就是非货币价值所推动的一些相关的努力跟连结 好 我非常谢谢 待会我们再来请教这个严副总谈判代表 这个你的title很长 所以非常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萧书长 来 请 董事长 各位在场贵宾 很高兴有机会再回到台牙会 参加六周年的生日会 那今天特别感谢台牙会 过去几段时间对消防救灾协助服务的一个协助 那我们今天也把这段时间针对这样的服务跟协助 利用这个机会也跟在座各国的外宾能够做一个说明跟了解 那台湾事实上是一个灾难党 有很多的不愉快的经验 包括九位地震 包括莫纳克风灾 那世界银行事实上也把台湾当成世界在灾害里面 连列前茅的国家之一 那有这些错误的经验 从九位地震的经验 我们接受到好几个国家 二十个国家来帮忙做救援 那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 我们也得到经验 到底台湾应该具有什么能量 具有什么样的自救 护救跟他救的能量 所以在九位地震 我们从灾防救法法制定定以后 我们也设置我们特种搜救队 也设置我们消防署的训练中心 就跟刚才董上所交代 要把它成为一个亚太的旁在中心 我们正在奴隶当中 也是我们的目标 那九位地震完了以后 事实上中国的文川大地震 那我们在海地的地震 那基督城大地震 还有东日本地震 甚至在去年的土耳其大地震 那土耳其大地震 我们甚至派了一百二十位的特收队员 用砖机直接飞抵到土耳其来进行救援 那因为我们到得早 所以在重大战区里面 是由台湾特收队当成一个UCC 做现场的指挥协调联系 那美国队到隔天到达以后 我们把这个协调指挥权 移给美国队来接续现场指挥监督 那因为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 都是国际的联合国 INSA-RAID的一个标准 当成我们的训练机制 所以美国队接手以后 它很顺利的接手 那么台湾这方面的能量跟训练 事实上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目标 那刚才也提到 我们在9月地震以后 我们发现我们的训练能量不足 我的年代是用在课堂里面 老师跟我教说 用怎么救灾救得多好多好 那后来发现救灾不是这么一回事 一定要有Pain on Training 所以训练中心也在那个年代 99年设置 我是第一任的训练中心主任 所以对这边特别有感情 那我们也在该的时候也到英国消防学院 美国德州农工 新加坡 我们民防学院 日本的东京的消防学校去做参访 把各国的特色跟他的需要带回到台湾 建设我们属于台湾灾害防救训练所需要的一个基地 那目前每天的容训量达到1300位 那像昨天我才去 昨天的容训量已经达到800位 在现场接受做训练 那目前我们跟韩国 跟日本 我们跟菲律宾 更是有很好的友谊 那刚才也跟提到 跟越南 甚至我们也派员到斯里兰卡 做实际上的交流 跟合作 那我们事实上在消防署训练中 刚成立的时候 因为经费比较不够 所以菲律宾青年 菲律宾文教总会 给我们很大的经费 来做树木的遗址 所以目前的训练中心的景观会 那么漂亮 真的很感谢我们菲律宾 跟菲律宾文教总会 文经总会 那有这个背景 所以在我们的桥委会帮忙之下 每一年邀请我们 我们菲律宾青年有33位 到训练中心来接受 交流合作跟训练 那也奠定我们跟菲律宾 很好的一个合作基础 所以有这个基础 我们特别跟菲律宾的VF VFP 就Build of Pipetation 跟我们菲律宾的内政部 跟台湾的内政部 我们消防署 签订MOU 建立起我们在台北 合作的一个长久友谊 跟实际上的交流 那也在这个背景 我们提供菲律宾的高阶干部 也在南向办公室这边协助之下 台雅会这边的协助 那我们也把VFP的副署长 带领了好几位高阶干部 正式做交流训练 那这个训练 甚至我们把台湾机械人 防火坦 或者是无人机这些技术呢 做实际上的交流训练 我今年15月份才到美国 参加世界消防首长的大会 总共56个国家 那菲律宾的署长 特别在会中提到说 他跟台湾有很深的合作 会后 菲律的署长马上过来找我说 台湾有这么好的场地 希望北极也有机会 再到台湾来跟我们做交流 那菲律的署长 预计在今年9月1日会到台湾来 我们会进一步 把我们训练的课程 让他们了解 那也评估说 哪些训练课程 我们可以提供给 菲律来做一个交流合作 那台飞 除了台飞以外 也把日本的专家邀请过来 也把日本的经验 分享给台日飞的干部 共同做一个了解 我们去年9月1日 也特别邀请菲律宾的特收队 做实际上演习训练的交流合作 把两个国家 对于特收救灾的一个感情 跟经验 做一个深的一个合作 那真的 台湾有事情的时候 或者菲律宾有事情的时候 相互支援 我想就有共同的语言 可以来做这方面的交流跟合作 那我们的刚才外交部长也特别 我们在台中市服务的阶段 也邀请越南的平洋省 有十位消防经员到台湾来做交流合作 那在去年特别 越南有提到用高科技救灾的方式 来做一个交流 那我们的消防发展交流协会 也特别准备台湾的消防医 跟无人机 跟越南这边做一个交流 让彼此间的体认 跟彼此间的合作 能够更高的一个层级 那目前 越南消防局正面也期待说 能够建立起更深远的一个合作关系 我想我们跟武大使这边 后续我们追随武大使的一个要求 跟经营 我们会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合作 那我们也跟日本这边 直接到APEX 直接到斯里兰卡 做急流跟绳索的救援训练 那斯里兰卡这边的灾害相当多 那也发生洪水急流 所以对绳索跟急流救援相当重要 有去年经验 今年他们可能会派人直接到我们的消防网署 训练中心做交流训练合作 那GCTF也是我们另外跟国际界界的一个很好的管道 107年我们就第一届的一个GCTF的活动 那去年我们来了19个国家 针对我们灾害防救援这方面的交流 有更深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基础 当然除了GCTF以外呢 我们在每一年 因为台湾的9月地震 刚好发生在9月21号 每年9月21号都会有一个全国性的演习 那今年预计已经有12个国家会来参加我们9月21号的演习 从嘉义会到延伸到澎湖 也就是本岛会用船舰飞机的方式到离岛做这方面的经验交流 所以美国、日本、菲律宾、我们的德国、澳洲这些国家 分别都会组成特收队来跟我们做这方面经验交流跟合作 那很期待在座各位大使能够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们预期在9月18号在训练中心 9月18号晚上从高雄夜行直接到澎湖 参加澎湖的一个演习 那澎湖演习19号演习完以后 会搭快点回到嘉义 参加20号在嘉义所办的9月演习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在今年也很期待国家各国能够来参加 我们9月21号到23号我们一个省所的国际救援比赛 那10月30号跟12月31号有世界极限消防员的一个竞赛 期待各国能够来共同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盛会 跟各国的一个消防高手做这方面的交流 当然训练中心不断的精进它的硬体设备训练课程 让训练的能量可以跟上国际的潮流 目前我们也邀请IFSAC就是国际消防认证大会 来帮我们做化灾的认证 那预计我们可以取得到化灾认证 因为我们在训练中心已经有15年的运作经验 那课程教材内容跟训练模式训练的方式 大概有一定的标准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训练能够朝向国际化的标准 让这个训练能够有更精神的一个操作 那未来在火灾抢救在人道救援 在重型收救跟急流救援 目前朝向申请国际认证的方式处理 也是透过Join Training Join Operation跟Join Exercise 在三个领域跟各国有更深的交流合作 做这方面的协助跟处理 那也期待朝向我们 从董事长所提到印太地区的训练基地 从美国 英国还有各国的经验 让我们的训练能够透过 Fly Service No Boundar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Also No Boundary Thank you so much 非常谢谢萧组长 我们任何场所如果有超过两个信销的 就非常不简单 我们今天有两位 我不晓得在座还有没有信销的 没有啊 对对对我们三位 你看非常不简单恭喜恭喜 我如果超个等一下明年 如果超过四个的话 那要大恭喜了 那么如果说那个OTM所做的工作 是在赚钱 而且是赚干净的钱 大家一起赚钱 那我觉得消防署在替工部门所做的 就是救人 就是在救人 所以我们不但要赚钱 我们还要帮助大家一起救人 让人可以免于不必要的灾害 然后我们也恭喜这个 预祝这个亚太防灾中心 能够顺利成 能够顺利成 你开幕的时候 我一定去参加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看 除了这个赚钱 救人之外 还有习财 怎么样珍惜人才 我们来请这个 Golkart的这个执行长 廖执行长 来我们谈谈这个Talent Taiwan 怎么做 我们就席了多少财 来请 谢谢主持人 小董事长 各位亲近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Talent Taiwan的国际人才服务局 联盘中心执行长廖炳坤 那感谢Talent Taiwan基金会这次的邀请 让我们来分享 在这个缺工缺人的时代 我们Talent Taiwan要如何去吸引跟 协助新南向的国家的人才跟外籍人才来台 以及我们跟政府的各部会的一些 新南向国家的揽材现况跟展望 Talent Taiwan 其实我们是去年受行政院指示 11月1号开始启动的一个 蜜蜀国家发展委员会的计划办公室 我们是一站式的专责服务窗口 主要是负责吸引外国专业人才来台 以及刘台 同时我们也是刚刚提的 2020年建立的 台湾就业金卡办公室的扩大 的一个服务办公室 所以我们是拿着这几年服务 在台的特定专业人才 的这些不同问题 包括签证 以及来台的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收集这些问题 提供同样的服务 给一般的外籍专业人才 目前团队有30多位专员 专责在负责双语的咨询服务 以及处理国际行销 本财活动 以及维护金卡跟台湾 台湾的两个官网网站的资讯 是一个东中等规模的一个团队 如今我们也成为外籍人士 跟台湾政府的一个沟通桥梁之一 希望能协助台湾持续成为一个更友善 双语的一个环境 持续吸引外籍人士来台 台湾台湾我们有三个主要的工作项目 其中之一首先是 在年初已建立的台湾台湾官网 这个网站有三大功能 首先它是整合台湾的50多种类的签证 包括就业金卡 工作签证 打工度假 创业家签证等等 的一些签证的说明跟流程 第二我们提供在台生活上的 35个不同的议题的一个指南说明 以及三和台湾的求职平台 合作列出适合外国人的一些职缺 那Talent Taiwan的网站 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功能 是它以使用者的一个国籍护照 去分类它来台的 由它来台的目的 去分类这50种不同签证 自动去提出申请签证的流程 以及途径跟规定 那这些内容也跟移民署外交部 等单位有确认过 是一个完全中英文 对照的一个资讯 所以对外国人来台的一些需求 是非常便利的 快速可以查询到 这些的资讯的网站 所以欢迎大家 有空的时候也可以上 Talent.nat.gov.tw 去使用看看 然后有任何的外国人 有需要来台的一些签证的问题 也欢迎推荐给他们 我们第二件服务当然就是以服务中心的一个咨询服务 那有不同的管道的服务 透过email电话通讯软体或者是当面的约谈 我们有专门的团队来服务 每年我们也会举办一个外籍人士的社群调查 那透过这个调查跟移民署的协助 我们年底都会公布调查的一些结果 包括比较难量化的一些议题 例如他们来台的目的 或是在来台的当中里 有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便利性 我们都会做一些分析 第三我们的一个主要工作也就是 主动去延览这些外籍人才 那这四年以来从金卡到台湾台湾 我们也出国去美东、美西、东欧、东西 但是也当然在亚洲有去日本 西南上国家的一些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菲律宾、澳洲 以及今年底也预计要去印度的班加罗 去针对毕业生跟专业人才 做一些说明的机会 来台的说明机会跟优势跟办法 同时我们在台也会对国内的企业大学 也做不同的专业活动展览上的一些说明 所以欢迎在座的有这些需求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联系 那其实国际染才是一个非常热门 但是也非常复杂的一个议题 它的变数也非常的快 从延览到来台到流台 这些题目跨很多不同的部会 所以整体上是由国家发展委员会 负责统筹相关部会的一些提出做法 我们从研究和比较其他国家的一些签证办法 分类成主轴一 在国内的以及国际学生的人才培育 和主轴二 就是延览全球的一些精英 在这也顺便先分享 本单位的Talent Taiwan 我们是策略上的负责外籍专业人才 那劳法署去年同期也建立了移工留财 酒用服务中心 是负责外籍技术人力 但是大家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 希望延览更多不同层级的外国人 来台湾补台湾的一些缺工缺人的问题 针对专业人才的一些现况 台湾目前大约有七万人 那到了2028年 我们的目标是14万人专业人才 那这14万人包括七万个国际人才 六万名桥外生 以及留用一万名的数位游牧人才 那我顺便说明一下 最近已在探讨的数位游民的签证 希望是可以合法10万张 但是留用一万张 因为数位游民的签证 它其实是短暂 是没有一个月再到一年 那这个的一些细节还在探讨中 那关于台湾的新南向国家专业人才 已经有相对的成果 从证件的开始 其实新南向的国家占比已经从一开始的31% 到目前的55% 同时新南向国家 例如越南、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 的外籍移工占全部的外籍人士的90% 目前的总外籍人士占台湾的总人口是3.6% 相对比台湾的原住民是占比2.5% 在金卡上我们也有相对的一些成就 就是特定的专业人才来台的这些数字 虽然相对比较少 但是今年7月的时候也很荣幸的跟大家报告 我们核发的数量也突破了1万张 那这个1万张超过了100多个国籍 最多的国别还是美国 但是再来是香港、日本、英国、印度 但如果统计新南向的国家 它的占比反而是第二名 21% 那金卡的领域别最多的是经济 然后在科技跟教育是第二、第三名 顺便提起如果不认识金卡的观众 金卡就业金卡是2018年的外专、揽财专法的时候 提供了给特殊专业人才的一个来台签证 是一个三年的工作跟居留证 那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一个开放的工作许可 所以是可以来台创业、受雇、或者是在远距办公 目前是台湾推动移民政策的标杆之一 那要如何达到2028的目标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也非常需要大家的努力 也必须透过跨部会的一些合作 那在国内我们与乔委会也有举办 乔外生的专场职业博览 做说明跟辅导产业的一些雇佣外籍人士的 跟高级白领的一些的做法 在海外国各会也联系更多的国际大学 设置海外基地 针对新南向国家具稳固招生经验的国内大学 组成国际产学教育的合作联盟 当然我们去各国的时候也受外交部的关照也支持 跟外管的一些推办的支持 今年与经济部我们也去了越南的行程 也受他们的参与 也刚刚有年底也提起我们年底也有一个印度的一个行程也会举办 那其实台湾在新南向国家的优势也真的不少 法规面持续的有在松绑 那外籍生留台的意愿也非常高 申请透过日也高达九成 产业面尤其在半导体AI的生产链 当然有非常完善的一个环境 台湾在新南向的国家已有设厂的布局 对于新南向国家的新二代是一个优势 他们有国际观 大多也有双业能力 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跨国的桥梁 但要注意的面向当然还是以薪资与劳动条件 毕竟新南向国家的人才也会被东北亚 以及美欧的一些高薪机会吸引 在某些国家 我们跟官方或学校的组织还是有时会被中国影响 但是最后缺工缺人是一个国际问题 无论是学生或专业人才都有很多选择 所以新南向也有一些的国家正在流失人才 所以面临这些挑战 台湾也必须进入这个国际市场去竞争抢人才 接下来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帮助 今天的报告到此为止 有关于外国专业人才的问题或宣传的需求 也欢迎跟我们联系 谢谢 非常谢谢 那个廖执行长 听说你自己 你也是金卡的holder是不是 是不是 那你怎么会从金卡holder变成我们的 这个来 希望更多人能够拿到金卡的这个工作 其实我不是 但是我是因为我2010年回 从美国跟英国回来的 那时候还没有金卡 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很希望有 因为其实我的 为什么会参入这个计划 也是因为我从回来的 从美籍转案到外国专业人才到台湾的国民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复杂 所以其实当初我们也发现 其实很多人都希望可以有这个途径 然后有的金卡的这个一个机会的时候 其实这个对外国真的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办法 所以你是前金卡 前金卡的人才回流 算回流还是来 算是回流 非常谢谢 刚刚提到那个人才 其实我们台湾的外籍人才有两个部分 才会构成我们的总人的外籍人才的比例占3.5 3.5大概是八十几万对不对 那么其中75万是蓝领劳工跟这个照顾工 然后7万刚刚我是看到数字的 7万是这个这个专业人才 所以我们目标是变成28万 那将来就会超过了 那就加上印度 如果今年印度年底能够来1万 听说有来会来1万 那这个人数就会增加 那当然这个这种两种人力或者人才 我们对他们的这个照顾跟他们我们的努力会不一样 我们泰雅基金会 我们过去几年来一直很注意到前者 就75万人的这个切算劳工的人权 还有就业安全 还有他的生活起居各方面 所以我们办了很多活动 我们跟日本 日本也很关心 我们跟日本的我们的MOU的这个合作者 就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sts 我们已经连续办了两年 那办了两年有关于这个东南亚劳工 进入到台湾跟日本的生活状况 跟他们的这个生气经济安全 还有他照顾 那我们今年我们这个下个礼拜 两个礼拜后 我们还会再去日本再去开这个会 所以我们长期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这个另外一批 虽然人数少一点 但是是专业人才的 那各有需求 这两者应该很难混在一起 所以我们这个专业人才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能就目标是比较跟整体的所谓的这个 这个Migration Policy比较有关 我们希望有照一天专业人才可以变成长期 然后持有我们台湾的护照 拿了台湾身份证 那么前者会比较困难一点 前者75万人会比较困难一点 虽然我们也有目标 希望他从蓝领会变成白领 不过这个关卡或这个障碍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各有需求 尽管他们来了 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居民 我们都要有同样的关怀来照顾他们 好 好谢谢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来 还有剩 帮我拿一下 我们还剩15分钟 我们希望在3点30分能够结束这个session 好 我们可以来进行这个Q&A 看看各位在座的贵宾有没有什么想要知道的 我们今天请的这三位都是以这过去可能 要不然就是不了解细节要不然就不太了要不然就是不了解 我们过去几年来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救人防灾是新南向的重要工作吗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金卡也是我们新南向的目标 我们要争取人才这个部分可能过去人也不知道 但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经贸办所做的工作 比如说保障这个投资保障了然后扩展我们的贸易了我们可能比较大概的知道但是也不知道这么多细节啊 所以我们这个机会很难得希望各位一些各位疑问也好 不要以为你们问的疑问好像好像很无知 无知就是知识的来源 如果你觉得你很有知的你就不会求知了 所以请各位提出意见 来请 有没有 好来 前后董事长来 我们赖董事长 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 谢谢 我可不可以请教那个萧署长 因为您刚才提到说这个防灾的国际合作的这个部分是我们的强项 但是我们在东南亚的伙伴我们在互动的时候他们都很得意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泰国没有台风没有地震 我们那个就是其实东南亚国家似乎觉得至少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过日子过得挺好的 所以那种防灾意识并不像台湾这么强 然后也短期内也没有看到有飞弹对着他们 所以请问一下就是说在东南亚的这个防灾的国际合作上挑战 或者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里头成为亚太的防灾中心 我的问题在这里 谢谢 很感谢董事长的垂选 前面有提到台湾因为有太多灾害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出我们的出路 所以对于火灾救护救助 甚至地震的救援 化学灾害各找到我们的出路 那亚太地区的国家也许很幸运 但是火灾救护化学灾害依然是避免不了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我们就申请国际上的认证 就是以原理的经验 事实上原理的经验就是我们课程都是国际的标准 那在经过国际认证以后 这些课程只要是看到我们在捷讯中心有一个stamp在上面 就知道这个课程我们是达到某种程度 那对于亚太国家因为消防救灾是没有国界的 而且是人类需求的基本要求 那随着我们时代的进展跟进步 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我刚毕业的时候的服务 救护只要把病患从事故现场上救护车送到医院 这个就够了 现在是到现场我要马上做急救 让他的存活力会提高 目前已经达到到场OCA 我们的救护已经达到20% 也就是随着民众的知识水准 生活水准提高以后 民众会对政府要求会更高 相对的我们救灾的医院 是不是相对有提升到我们这个能量 我想这个台湾的经验 那也许可以分享给印太地区各个国家 在面对民众的服务跟需求的时候 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谢谢 请各位在 我觉得我们过去都忘了火灾 火灾是任何国家都 任何地方都会有的 还有老旧 还有房子帮塌 这个也都会 那个老旧房子 现在我们这个都包括东南亚南亚 包括台湾在内 包括东北亚 现在已经20大战以后开始那个建设 现在已经几年了 四五十年了 房子也够了 也老了 所以这个围老房子 不只是台湾最近很热门 很头痛的事 全世界都有这个老房 还有公共设施 公共设施的这个不良或者老化 这个出现 谁的责任 政府的责任 所以这个 这个的确是各种 这种man-made disaster 是没有办法少掉的 来请 再还有没有 要不然 执行长要问吗 刚刚听到看了你好像想要问的 我想我就这个在董事长的这个点名下 我就来串场一下 那刚刚一开始 这个萧董事长以及这个林部长都有提到一个新南向政策过去八年的实践跟执行有一个跨部门的伙伴关系 包括刚刚言这个副总台湾代表提到公司协力 那台亚会过去一直在倡议就是除了公司之外还有一个名 就是除了private sector之外有一个people sector就是NGO的角色 那我想要请教台上的三位这个前辈 就是从您的这个所辖的业务里面 在公部门所带领的 刚刚提到这个政府给力 然后民间的民间有利的这个实践上 您觉得过去的这个模式跟推动在未来的 包括像在未来的救灾防灾的努力上 经贸的推进跟人才习才的计划上 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一些这个启示 就是说未来在跨部门的协力上您有没有什么期待 或者是说希望政府的下一个阶段的新南向政策 不管是加强版还是加深版等等都好 您觉得这样子的协力关系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或者是更加的这个被凸显 我想这个问题请教在座的三位这个前辈 谢谢 好谢谢 来是不是那个廖志英老师 谢谢 其实这个提问对我也有点共鸣 因为我虽然担任这个政府的一个计划办公室 但是我本身不是公务员 其实当初会对这个也热忱有一个 我看成是一个机会 因为对于台湾的一些人才 尤其外国的人才要来台湾的时候 他们会需要民间的一些的一些协助跟帮助 尤其有一些国家对于政府的一些的资讯 他们可能比较不熟悉去寻找这样子 所以是透过民间的一些的口碑跟社群的一些推广 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一些人才 可能是政府当初接触不到的 那第二个面向当然是以 在我的简报也有提到 可能像国歌会 经济部 外交部 移民署 劳法署 等等更多的一些机关 都有他们负责的一些业务 但是对于揽才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身为一个计划办公室 有时候以沟通的一个抢量是比较方便的 那对于这四年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蛮多成果 很多都是透过这些幕后的一些沟通跟协助 那也感谢 真的非常感谢其他部会的一些支持 对我们都是 我们未来的一些工作会更简单 谢谢 OK 来 署长 是 很感谢 以日本的版神地震的经验 它的互相帮忙的程度是 70%是民众互相帮忙 70%是民众自救 20%是民众互相帮忙 只有10%是政府来帮忙 所以怎么样提升到民众这方面的能量 甚至民众互相帮忙的能量 这是我们目前学习到日本的经验 美方的一个建议之下 我们会采取 All-Head Approach 就整个政府资源的全事故 面对到灾害的一个应变处理 包括 Country 这方面的处理都是一个一套机制 来处理任何的可能发生灾害 这是台湾最近正在改变调整当中 当然美方这边也提供Emerging Support Function 也就是把政府部门分从不同的Function 来面对刚才All-Head Approach的一个处理 我想这些都是在政府里面跟民间里面 必须要同时进步的地方 那因为台湾刚才提到很多的灾害 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到各国去做交流 也把各国处理的好的经验拿回来 转成本土性的经验 当然最近大家也了解说 新能源 氢气 电动车 除能贵 我们也头痛了死 我们期待说各国能够有更好的经验 包括五月份到美国华盛顿参加 世界消防首长会议 到各国都同样遇到这样的挑战 那我们一直在看有没有更好的Solution来面对 不确定挑战 谢谢 谢谢 来 副总代表 我想针对接下来的新南向政策的推动上面 如何让民间产生更大的效能 我目前个人的观察 就是以前我们或许新南向国家 就是一个我们普遍性都要去推动 我们跟它的经贸连接 但是未来或许会更聚焦式的 也就是说我们会 如果我刚才提到 我们未来会有更明确的 我们想要去推动像数位外交 科技外交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特别是赖总统有提出了 这个五大信赖产业 像这些跟这个AI军工监控 有关的这些半导体这些产业 那这些产业当然不是 当然我相信很多的国家都希望把它设定为 是他们未来的产业发展的目标 但是我们实际上还是会看 每一个国家有它自己个本身的产业的属性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新南向政策 大概会预期 会更聚焦在这些所谓的五大信赖产业 然后以及我们台商 我们的台湾业者 想要真的去落脚的这些 在供应链的潮流当中 想要去落脚的地点 而这些地点呢 当然我们需要民间来告诉我们 这些国家是不是有适当成熟的产业聚落 而这个产业聚落会是维系 台湾的产业 可不可以在那个地方 真的落地生根的根本的关键 而要让这个产业聚落成熟的地点 那我们就要去询问民间 那你在这个地方 要长治久安的继续引运下去 你需要哪一些的基本上面的 法律上面的一个规范 那这个就会是接下来 我想OTM的角色 就是要去明确的界定出来 台商台湾产业想要去哪里 我们就跟随着在政府的功能 OTM的功能 就是跟随着你实际的需求 我们去找到你需要的协定 那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过去可能常常在谈的都是投资保障协定 那但是实际上未来我们可能需要更有创意的想法 就是现在的协定 很多已经在讲供应链的协定 供应链的需求 你要确保不会有断链 你可能要去谈原物料 要确保它无余的供应 所以可能要去谈到这些所谓 Credital Mirror这种协定的规范 然后包括我刚才提到 我们未来可能会以数位外交来作为新南向政策的核心之一 那数位协定要去确保我们跟这些新南向各个国家之间 确保我们的所谓的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 我们要推动可信赖的资讯的流通 这些都是需要有一些基础的基本协定的连结 才可以创造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想但是这些不是我们从文献上 或者是从我们这些研究报告就可以去取得 大概会需要更多民间的我们的产业来提供我们相关的实际的意见 谢谢 我想紧接着袁副总谈判代表 谈到这个 我常常在想说企业 企业他也认为他很聪明 他去投资 他什么时候需要政府的帮忙 或者是说他在什么时候 他是主动来请求帮忙 还是我们政府像OTM主动去找他 要给他们帮忙 那我们过去谈到政府的角色 大概就是这个Free Trade Agreement 要不然就是投资保障 但是在一般的投资 我们比较不清楚政府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也许可以请袁代表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推动这个这个半导体外交 高科技产业 这个时候是不是不只是A公司B公司 或者我们某一个这个户国神山的去投资 而是认为是整体的经贸外交的一步一环 就是投资协定这个我们通常如我刚才讲 因为OTM的基本上的角色就是要去广泛的去铺建各种 我们台湾可以跟这些我们台商常去的地方的这些法律上面的连结 以便如果任何的台湾的产业在当地有需求的话 我们有这些基础的譬如说投资协定 那台湾的政府就可以去协助跟当地做一些协商 所以这些像这些投资协定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要去确保 我们的业者在当地可以获得这个平等的保障 然后呢希望可以提供他们如果任何 譬如说有一些 如果有一些面对一些比如财产权可能受到影响 譬如说他的土地被征收厂房被征收 那这时候希望他要有一些公平的补偿的机制 那我们希望这个因为这是全世界都有这样的起码的要求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就是维持一般大家的 所谓国际上的习惯法的要求 那当然那如果在这个中间有一些纷争的话 我们当然也就是投保机制 我们希望可以让投资人至少不要求助无门 所以他有一些协商资商的空间可以来跟当地的地主国来提出 看怎么解决他们之间的歧义 那我觉得投保协定最重要就是要去建立一些公平营运的基础 让台商跟其他的外国投资人都可以在那个当地是都有享有一样的地位 那当初这个就为说这个所有的投保协定的签订过去以来 我想征询业者当然也有这个过程 可是OTA的功能就是更广泛的去推广 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是以在哪一个地方台商最多来作为要不要推动的前提 而是我们觉得这一个投保协定会经由政府这边来做一个全面的检视 觉得这个投保协定可能太旧了 它已经不符合现在的需求 那可能OTN就会主动去跟对方接触 然后就会跟他提出我们要做一些更新 所以投保协定大概推动的是这样 那针对您刚刚第二个问题 像半导体这个议题 我觉得确实 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国际友人都有来提醒我们 就是说台湾里有很强的科技实力特别是半导体 可是感觉好像我们的科技产业跟我们的外交没有做一个最好的连结 就是产业走在前 但是政策没有很明确的登上 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更着重就是半导体外交 科技外交 我们要让台湾的产业 我们的科技实力大家很重视 大家都分享要去邀请台湾的产业 去加入在当地加入他们的团队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应该借由产业走在前 但是政策要马上跟上这样子的比较紧密连结的角度 我觉得来落实所谓我们的半导体外交 科技外交 因为日本的首相跟张忠谋在IPAC也谈到 他就主动提到semiconducted diplomacy 那以他的diplomacy 这个政府角色就非常关键 我们非常谢谢今天三位跟我们讲了很多 我们过去可能知道一不能知道二的 那在这个结束之前在这场我希望各位 我拜托各位我们贵宾跟我一起来 谢谢我们的同仁 真的在分别站在从翻译的到诗仪的一直到后面 请招招手然后我们来谢谢你 谢谢他们六年来对我们的贡献 好那我们这一场呢也到这里结束 我们谢谢三位语坛人 谢谢你们的高见 谢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 各位可以了解 我们这个泰亚基金会在过去六年 所做了一些事情 我要跟各位保证 不是我们单独一个人做的 不是我们单独一个组织做的 我们有一个AEC 就是Asian Engagement Consortium 是我们团体一起来做 所以我们就非常的希望有越多的越多越能有越有能力 不同的触角的这个盟友能加入 我们今天我们有两位新的盟友来加入 一个是学术界的智库 一个是文化艺术的前锋 NSO各位绝对没有想到我们新南向也要跟NSO连结 是NSO嘛 所以是要连结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触角其实是很敏感的 可能比别人敏感像蜜蜂一样 看哪里有蜜我们就去采 那我们今天有两个蜂窝在这里 我们非常高兴他们能够加入我们 我在这里谢谢他们两个来加入 谢谢 市长 接下来有请国立中兴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前瞻研究中兴代表 蔡东杰主任为我们致辞 OK 那个萧董事长 对 不过我们还是喜欢叫萧老师 我们永远的萧老师 OK 还有在座各位会员大家好 OK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萧老师的领导之下 我们来能够参加这个大家听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新南向政策事实上 不只是过去在八年当中 这个我们的参与政府期间 最重要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向 事实上就如同刚刚萧老师也提到过了 上次从1990年代以来 长期的台湾的一个努力的方向 当我们要知道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来 超过了三十年 一个政策能够跨越那么多的这个政府 能够持续下去的话 它不但代表了一种持续性 它还代表了的确这个方向是有共识的 那我们个人的话 我们中兴大学在中部是最重要的顶尖大学 我们自己这个中心 这个人文社会科学前的研究中心 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级中心 所以它是在院制上的一个中心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进行一些科技整合的研究 那事实上对于学术研究来说的话 如何去跟周边的国家建立一个 这个更多交流的一个学术的联盟的话 或是这个网路也是我们很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对我们中心来说 事实上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焦点 其中之一就是亚洲研究 所以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未来能够跟这个 台海会能够努力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每一年大概都邀请二、三十位这个学者 外国的学者到中心大学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就是除了亚洲研究之外的话 其实刚刚提到 我们中心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研究的标的 一个就是这个环境人文议题 環境人文议题 对我们知道其实 我们除了要去联络一些有共同理念国家之外的话 其实也要面对共同的问题跟挑战 那这几年其实环境问题蛮重要的 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环境问题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怎么去共同思考面对 人类共同要去面对下一个世代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数位人文的问题 对就是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数位科技正在改变社会的内涵 对整个社会的组成 甚至包括我们一般社会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个 这个过去很想像的这些惯例 或者是联系人的方式那个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们怎么去应对一个 正在被数位科技改变的社会内涵 以及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相信这个也是如果刚刚那个消防救灾一样的话 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在共同议题的基础之上 在我们的太阳卫的领导之下 然后在整个亚洲省跟联盟的这个这个一体团结之下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就是join and share 对参加这个联盟 然后跟大家一起一起这个分享我们的想法 所以再次的感谢萧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感谢蔡主任 最后有请国家交响乐团NSO代表郭文成执行长为我们致辞 谢谢 谢谢 各位 我们的小董事长以及各位的嘉宾大家好 很开心今天可以受邀参与的这样子一个深歌联盟的签约 那其实NSO叫做国家交响乐团 那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第一年成立了国家青年交响乐团 我们叫做NSYO 那去年是第一届 那我们很快一年半的时间已经举办成第三届 那我们第一个国际的巡回演出就是到新加坡跟泰国的曼谷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的团员来讲我们是每一年的交考 然后每一次的100个团员里面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外籍的学生 那里面包含的是泰国、新加坡、越南、日本跟美国 那这也让我们有自我期许 就是说在这个太平洋上面台湾是很有机会成为这个文化的交错的这个核心 然后透过不同的文化认识让我们下一个世代青年能够心怀世界 然后能够了解台湾在这个不管是在区域上或是在国际政治里面的特殊的一个功能或者说定位 然后能够让下一个世代跟世界的潮流可以更加的密切的结合 那国家江湾台一直希望我们自己都是音乐的大使 然后可以用国际的语言 Universal Language 就是古典音乐跟世界沟通 那我们也有这个自我的期许 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成为大使 而是我们能够孕育下一个世代更多更多的音乐的大使 然后有越多的交友 越多的理解 然后这个世界也会更和谐 所以再次感谢让Universal这个机会可以参与 谢谢 感谢郭执行长 亚洲深耕联盟新伙伴签约仪式正式开始 请工作人员协助引导签署证书 未落实台湾的亚洲战略 并协助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 台亚会创立同时激发起亚洲深耕联盟 行作跨智库跨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网络 透过横向的议题连结以及纵向的策略联盟 与亚洲国家互动与合作 随着两位新成员的加入 包括台亚会在内亚洲深耕联盟将有14个联盟机构 共同攜手深厚在台东南亚南亚组织与社群的参与 促进台湾与亚洲的多元伙伴关系的建立 我们的签约仪式呢 此刻即将正式的完成 我们会同时在我们的证书上面签上英文跟中文的署名 我们会同时在我们的证书上面签上英文跟中文的署名 我们签约仪式此刻正式完成 我们请三位起立面向摄影师 我们拍一张合照留念 谢谢 请看向摄影师 谢谢 接下来台亚会还准备了签约纪念牌要送给两位代表 欢迎他们的加入 好的那接着再请萧董事长颁发纪念牌给蔡东杰主任 请看向镜头 谢谢萧董事长蔡主任及郭执行长以及语惠的所有来宾 谢谢萧董事长蔡主任及郭执行长以及语惠的所有来宾 谢谢萧董事长